現在來看就是經濟報 有公佈了第二波 中國最近來到原島主的行動 增加四十二行其中 包括民邦封策和盤多鐵這些產業 有他們去民進黨立委 他們的批評說 會讓產業的重要技術 從而流去中國 這國來的施壓越可能會增加的情形 不過國民黨立委是來批評 說民進黨這邊 剛才當國就一定會換 經濟報以後公佈第二波 六支來台投資行動 其中最敏感的就是 這台電路製作業 半導體方設 以及面板定定 再來有競爭優勢的科技產業 雖然經濟報要求 中主持久的上限不得超過十% 也禁止中主出的控制款 但民進黨立法議黨團 是很煩惱說 這讓產業關鍵技術流向中國 再來施壓越增加 也可能變成是差過的題材 殺雞取暖這是非常嚴重的 台灣有競爭力的跟由台灣的 卻是開放中資 來台灣進行所謂的連根拔起的 國民黨立法議黨團是很支持 批評人家弘中必犯 再來經濟報跟路委會官員 來說明 絕對未來發信到 民進黨立委所說的情報 大家很擔心它的技術外流 所以我們有限制比例 而且我們希望來投資的人 是有限制的 我們的數字很清楚是 增加這些對台灣的投資 是增加我們的就業機會 而不是增加我們的失業率 報紙報也要求 經濟報信任將中資來台 投資行動改造是富民標类 經濟報表示有這條 未就三億希望中資來台的意見 經濟報會來考慮 信任將中資來台 投資行動改造是富民標类的可能性 既然中資家台北報道 大家希望說明 會否